苏花改台九县三名断道路拖款工程先前规划 道路断面及景观规划 未能贴近地方的需求 经过去年立委夫昆奇居中调协沟通后 苏花改工程从善如流 工程处副处长李武强 在今天上午专程在三名活动中心召开说明会 不过现场的住户则提出 家屋拆迁与补偿的问题 期盼上级能够重视 芒果处的话是不会移植 就再回来了 除了芒果露树替换其他花茴树种 营造道路景观 提防关注拓宽道路断面的配置与规划 苏花改工程处也重新调整 具有中央分子的双向 双向四周到一家半头 这都提供一个人形空间 这种缺对性的一个断面 正如火如荼进行了台九县三名断道路拓宽工程 苏花改从散如流的调整与重新规划 获得地方认同的同时 与会的各级民营机关代表也提出诸多建议 共同讨论交换意见 在我们营道上是不是不清楚而造成了民众的雇入了这样的一个车道上 只要符合我们上次复婚旗委员留下来 大家都讨论过 所以那个农路的高低差的问题 刚才我们林一言已经讲过了 我希望说符合我们乡亲的需求 除了三宣田区 三明市区道路的拆迁补偿 涉及到民众住户居住权 住家安全以及拆迁补偿费等问题 住户民众现场提问 期盼苏花改相关单位能重视协助解决 现在土地价格不是多一样吗 有去年的征收价格和今年的征收价格有改变吗 第一次国有地 那我想要请问的就是 那既然已经要施工了 那是不是你们有依程序来通知这个国有地上的建屋的所有权人来做一个说明 那目前我得到的资讯是没有啦 如果在中心线梁过来的话 不会被打盪 那现在你们把中心线移到东边 后的房子变成要拆盪 那我之前有的那个公共一定地就没有意思啦 以前跟这个拆除的 这个问题还到现在 我想应该这个之前应该都有处理怎么 到现在还有问题 所以我要请苏花改正 也真的赶快要把它查出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然后赶快回复他们 是不是有伤害到他们的权益 对于现阶段零入住家拆除可能违及住家安全结构的疑虑 或者住家建物被遗漏而影响住户权益等等的问题 县议员林芬要求苏花改工程处能进一步沟通协调 以维护住户民众的权益 记者是玉蓝玉璃镇采访报导